借穿手机三种品质特效对比 首先的话这个蓝锅就没有什么特效 就是一个普通的蓝锅 跟虎尾不一样 虎尾至少是一个插件 然后这是紫锅的一个硬鸟效果 它这样有恶魔角 我原先以为这个只有经过才有 然后还有一个红眼特效 锅锅的话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观察队友的时候 先用下技能吧 这个还行 然后是被监管者打的时候一个效果 感觉还可以吧 然后是观察一下队友 我们看一下队友 这是观察队友的一个特效 上两 嗯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边来看一下经过跟紫锅的一个特效对比 感觉特效方面不仔细看的话 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比较明显的一点可能就是那个过剑 它那个多了一个光圈环绕的效果 然后 一鸟这边的话好像 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可能 它那个特效稍微多一点 然后是扛鸟的时候 呃经过这边是多了一个披风效果 其他方面的话感觉就差不多了 然后是扛刀状态下的一个对比啊 有粉丝说可能光圈变大了 但是这边仔细看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棺材状态下 棺材状态下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一个 嗯明显的变化 我总感觉好像 说是恶魔角跟那个红眼加错了 那东西可能是只给经过了 然后加到子哥上面去了 好了 以上的话就这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